11月17号 以色列宣布对海基板铁穹 进行了高级别的拦截测试 并取得了成功 那么海基对比陆基板有什么不同 为什么以色列要让铁穹上舰呢 别着急 咱们接着往下看 关于以色列的铁穹 想必各位都不陌生 但是为了照顾不熟悉的朋友 这里大兵还是简单介绍一下 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 以色列与邻国的武装组织冲突不断 仅2000年到2008年间 这些武装组织 向以色列南部地区的火箭弹 就超过了8000枚 对当地居民的安全 造成了严重的威胁 于是在2004年 以色列军方开始着手研制 反火箭弹武器系统 2007年 以色列国防部确定采用 拉费尔防御系统公司 设计的铁穹防空导弹系统方案 同年开始全面研制 而值得注意的是 这款系统仅仅用13年 就完成了最终测试 2011年3月 铁穹正式进入到 以色列军队服役 这款反导系统 主要是由三个部分组成 分别是 LM2084多任务雷达 战斗管理单元 以及塔米尔拦截弹 其中的LM2084多任务雷达 最大探测距离 可以达350公里 每分钟能够同时探测 1200个空中目标 并能同时锁定 200个来袭火箭弹等目标 而塔米尔拦截弹的 整体长度为3米 直径160毫米 重90公斤 有效射程 5到70公里 每座铁穹的发射装置 可以装填 20枚塔米尔拦截弹 这让它拥有了 很强的持续作战能力 而在铁穹正式部署 仅数天之后呢 它就成功拦截了一枚 BM-21冰雹发射的 122毫米火箭弹 此后经过实战的考验 铁穹展示出了 它极强的性能 比如2021年5月 邻国武装组织 仅一周的时间 就向以色列南部 发射了3000枚火箭弹 其中一半的火箭弹 由于精度很差 落入了无人地带 因此并不值得拦截 而剩下的一半呢 则被铁穹成功拦截 漏网之余 只有数十枚 尽管铁穹拦截弹的成本 为2万美元 对比简易火箭弹 那还是贵了一点 但是与欧美拦截弹 动辄几十万上百万的 一枚价格相比呢 铁穹无疑是在 激光武器成熟前 最为可靠 性价比最高的 进程反导拦截武器 当然 这也是得益于 以色列结合作战经验 不断对铁穹进行的 升级改造 至于铁穹上舰的方案呢 最早可以追溯到2014年 当时的拉费尔防御系统公司 给以色列军方提供了 两种舰载方案 第一种是为 现役导弹艇和 轻型护卫舰 直接配备 铁穹防空系统 倾斜发射箱 另一种则是 咱们本期视频的主角 以铁穹为基础 开发的 C穹顶海基进程反导系统 那究竟是什么原因 迫使以色列 将铁穹搬到舰上呢 这事还得从2009年 以色列在地中海 发现天然气来说起 当时他们在北部港市 海法 90公里外的海底 发现了一块气田 探测结果显示 这块区域的天然气 储量约为 2500到3000亿立方米 预计能保证 以色列在2035年之前 天然气的自给自足 然而这些海上天然气景 所处的位置却相当尴尬 邻国武装组织 从加沙或黎巴嫩南部 发射火箭弹 就可以对其造成威胁 于是如何保护海上设施和管道 免受军事威胁 就变得非常重要 为了避免情况发生 以色列开始考虑 为他们的海上平台 配备海军版的铁穹 以及其他新的防空系统 于是就有了 拉斐尔公司提出的两个方案 那么穹顶对比铁穹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简单来说呢 穹顶对比铁穹 最大的不同 前者呢 是没有单独的雷达和作战管理系统 它结合了萨尔6轻型护卫舰上的舰载雷达 与指挥控制系统 拦截弹也由舰载锤发系统直接发射 其内置系统呢 也采用了开放式软件设计 能与萨尔6轻型护卫舰上的雷达 以及作战指挥系统相交互 而在接入军舰的向控阵雷达系统后 穹顶的信息处理速度 与拦截反应速度 对比铁穹 应该都会得到大幅增长 整套系统呢 将可以对空进行360度扫描 同时探测识别和定位数百个空中目标 按照以色列官方的宣传 一套穹顶系统还具有全天候作战能力 可以保护半径约150公里的空域 可以拦截多种口径的炮弹和火箭弹 拦截成功率高达90% 对火箭弹的探测距离超过了100公里 对反舰导弹的探测距离为25公里 主要拦截飞机 反舰导弹 火箭弹等中低空目标 不过截止目前 以色列国防部都没有公布 穹顶系统拦截弹的具体数据 只是放出了一张照片 因此大兵推测 他使用的拦截弹 应该和陆基版的性能基本相同 此外经过升级的穹顶 还具备了与铁穹共享信息的能力 这意味着 一旦邻国武装组织 再次大批量的发射火箭弹 那么装备有穹顶的以色列军舰 将可以快速向北靠近黎巴嫩边境 或向南边的加沙边境移动 为铁穹提供额外的雷达覆盖范围 以便更好地做好拦截准备 而考虑到了萨尔6型护卫舰 不仅搭载了20单元的穹顶 还安装有32单元 垂发装置的巴拉克防空导弹 因此以色列这款 2000吨出头的轻型舰艇 可谓是武装到了牙齿 反映出了以色列人 对来袭空中目标的重视程度 不过从短时间来看 穹顶系统恐怕适合 以色列出口市场并不大 因为归根到底 不论是陆基还是舰载 铁穹都是属于应对 低成本不对称武器的装备 在以色列所处的 作战环境下较为有效 但是对于一些需要面对 高烈度对空作战的国家和军队来说 其基本不可能满足这样的需求 综合来看 目前以色列海军的 萨尔45型导弹艇 以及萨尔5和萨尔6型 两款轻型护卫舰 均装备有巴拉克防空导弹系统 其中萨尔45型导弹艇 是装备了32枚 巴拉克1进程防空导弹 两款轻型护卫舰 则是装备了32枚 射程100公里的巴拉克8 中远程防空导弹 但是上述两种防空导弹 造价都是过于昂贵了 拦截敌方战机和防空导弹 还比较合适 拦截火箭弹 此类目标就有点亏了 再加上对以色列构成威胁的 实际上是大量简易的火箭弹 所以以色列海军 才开始考虑为军舰配备铁穹 而这样做的好处 也是显而易见的 例如2020年12月 财富翼的萨尔6 装备了两座穷顶后 加上32枚巴拉克8 和16枚加百列反舰导弹 这艘排水量 只有2000吨的轻型护卫舰 就拥有了68枚导弹 凭借其装备的 四面固定阵列有源 相控阵雷达最高探测距离 直接是超过了100公里 而带到以色列四艘萨尔6 全部服役之后 那么穷顶和铁穷的作战潜力 都会进一步扩大 以色列海军的海基反导能力 也将会迈上一个新的高度 未来穷顶将和以色列的舰 大卫投尸所 以及陆基版的铁穷 等多款防空导弹系统 一起执行反导防御任务 加强多层面的导弹防御体系 作战能力 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大兵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